Hello,大家好,这里是DFB钓鱼 And潜水 在上一集我们有讲到过 近距离阿波 它的判断方式 那中距离 远距离 受限于最近太忙 所以一直没有拍 那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下 中距离和远距离的讯号 在全油洞的吊阻下 要怎么做判断 首先我们要知道 使用阿波吊法 它就是一个点线面的问题 什么是点线面的问题呢 我来跟各位讲解 OK 首先 跟各位讲解一下 阿波它是一个蛮 算蛮精密的一个钓法 因为它蛮吃技术的 它主要是 钓主投入到水里后 你要控线 那上一集讲到过 如果潮寿出现 近距离可以判断 那中距离远距离 看不到潮寿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吓 钓鼠投入水里以后 跟钓竿 它基本上 它会全程会慢慢的 全程它一定会出现 对不对 它会慢慢的下去 那下到看不到以后 的确是只能用 盲猜的方式 但是 大概想你的耳 现在飘到哪里去了 那 你要知道我们的线 这时候有一部分是在水里 然后一部分是在海面 阿波兹上的线 它一定是在海面 只要你用 不是沉水线的话 它的线一定是在海面上 那 另外一部分线 因为有收到钩子和潮寿的牵引 所以它一定会 打斜的状态在水里 这是我们基本要了解的 你的线的状态 那 这时候你知道 这是点线面的问题 所以海面是一个支点 阿波它是作为 作为一个支点 它在海面上 当然我们这里 的讨论是 以 以大约0号的阿波去做 推论 那我们知道 它在海面上是一个支点 线连到我们 钓竿的竿间 它是一个支点 它是一个支点 那海面下 也有一个力 所以会形成三个力 那三个力的作用下 那 假如另一边 只要有一边 它有受到力 它就会影响到阿波的动态 只要任何一边有 有施加一个拉力给它 都会去影响到阿波的动态 那 那 当它影响到 不管是另一边 鱼的拉力也好 还是你这边 肝纤的拉力也好 你只要有一边 影响到它的状态 它就会 阿波就会 做出反应 那 假如说那边有鱼在拉 草兽也飘到底 看不见 那 你 竿子这边 就要刀着 稍微 含着 线 也不要让线 太过于弯曲 这样子 当 底下的鱼在拉 只要一点点 都会去牵动到你的线 那你线有一点点反应 阿波只要够灵敏 它的浮力够低 它阿波都会受到影响 而做出不一样的动态 比如说 阿波会 围尘 好 你可能 远距离的时候 看看它 咦 看它在海面上 还有露出一点点 但是呢 你就渐渐的 连露出一点点都看不到的时候 那就表示有可能 下面有一个力量 再拉着它 那你到你发察觉 察觉这种可能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稍微刀着线 往回刀一点 看那个力量 是不是 来自于 来自于什么 就是用你 灵敏的干线去感应一下 你的钩子 在水里拉动的感觉 到底是勾到水草 还是勾到礁石 还是 还是已经被鱼 吞到肚子里了 这个就需要 多钓 去做为 经验的判断 所以你了解了 有牵引力 就会影响到阿波 那你自然 投出去 你就很知道 线也不能放得太松 但也不能拉得太紧 拉太紧了 鱼儿不自然 鱼儿不会咬 那拉得太松 你又感觉不到讯号 所以你要稍微的 稍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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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保持直的 然后 但是 又有点微弯 让它可以送线下去 所以你在远距离的时候 你看到阿波 你还看得到阿波 但是 有鱼接走了 有的时候 会直接拉到干线 但有的时候 也不明显 它鱼 吃了也可能 就是在那边附近 晃来晃去而已 那也不会有什么动作 所以你可能要三不五十的 稍微 感受一下 往回拉一点点 感受一下 你的鱼儿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就跟前打差不多 只是有一点距离的前打 所以你 丢到中远距离的时候 中距离的时候 就可以判断阿波的状态 如果阿波已经 有点沉下去了 那就表示 有拉力在牵引它 把它拉下去 那 这时候可以开枪开看看 或是轻轻拉看看 是不是有鱼刀住 或是已经被鱼咬走了 或是可能勾到水草 或是挂底 多有可能 反正你觉得有疑虑的话 你就开枪 开看看 反正开枪又不用钱 对不对 就多开几次阿 反正 到不了时候回来 重绑 再拋不出去而已 这是 就是一个投资嘛 对不对 那远距离怎么办呢 远距离 你已经丢很远 远到都看不到阿波了 那怎么办 那你只能靠着感受线的拉力 因为你丢很远 其实鱼的戒心也不会很高 那你可以试着 钓肝的那一端 就轻轻刀着线 轻轻的刀着 因为 通常钓拉波的干线 最好是要柔软一点 最好是1.5以下 1号 或是0.6 0号 这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干线软 它才不会下到鱼 干线软的话 它才能感受 任何一点点的动作 任何一点点线的拉力 它都有办法 去感受得出来 那你只要感受到 线的那一端 有点不对劲 好像有点 微微的震动 或是抖动 或是 有时候是直接鱼拉走了 直接把你干线拉下去了 那你就可以试着开枪开看看 搞不好 就打中了 所以 阿波如果要丢很远的话 算是有点盲掉的感觉 但是 这也是一个乐趣 我就曾经丢到 在东北角 丢很远很远 中过一只 超大只的 因为那群 只在那边 很远很远的那颗礁石旁边活动 那那个礁石旁边有很多鱼 这是一定知道的 所以我就丢到那颗礁石 但是也看不到阿波 也只能靠着干线去感受 那个线的拉力 那 那 感觉到有 有人在 就感觉好像有东西在拉扯你线里的那一头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枪了 那八成是有 鱼或是什么 生物在咬 那 这时候通常就很容易打中 OK 那 所以说 那中距离 远距离的 判断 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复习一遍 中距离就是 看 还看得到阿波 就看 阿波 有没有沉 有没有沉到 看不见 沉到看不见 就表示可能有状况了 可能有鱼接走了 可能有鱼寒住了 这都不一定 那远距离的话呢 就是 依靠你的干线 干线去感受它的 震动 好 感谢你线的那一端 有没有被拉到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阻力 那阻力跟你平常 挂鱼耳的阻力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就很大的可能是 吊地 好 或是 挂笛 或是 已经被鱼含着了 吃到肚子里去了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反正你人又没有在海底 你也 不知道底下发生什么事嘛 所以说阿波是一个很 很有意思的钓法 但是阿波 钓阿波 注意的是 它只是 适合水清 水浊 水浊 就很不适合了 除非你用半油洞 全油洞 基本上都要水清才能钓 为什么 因为 你 钓耳在飘下去的时候 水清的状况下 它 鱼 它才看得到 鱼耳 这种水 如果水水很浊 那就没有抽 因為你從頂層一直搜索下去 搜索到底層水都是濁的 那魚他也看不到 所以你這樣搜索就是沒有效率的一個方式 那不如鑑於你直接改浮標釣法 你就可以水濁的話就是固定在 去做石頭附近的搜索 伏標固定底層或中層 讓他就是等一個機率 等一個魚來咬的機率去讓魚上鉤 以上就是這個 阿波釣法的訊號判斷的說明影片 那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關注訂閱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按照你的動作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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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